欢迎收看今天新闻报 新闻一开始带您关心东京奥运赛况 举重女神郭信纯在东奥女子举重59公斤量级赛中 摘下台湾首面金牌 不止以抓举103公斤 停举133公斤 总和236公斤夺冠 而且三项都破奥运记录 也完成她生涯的金满冠 另外台湾女将陈文慧 在女子举重64公斤量级赛扮演黑马 接力拿下铜牌 奥运开幕第四天 中华代表队就创下单级奥运最多奖牌的记录 目前中华代表队累积一金二银三铜的成绩 排名第15 再来带您关心最新疫情消息 本土确诊今日新增是8例 境外一入2例 其中以新北市8例为最多 再是台北市6例 带您来看疫情指挥中心的稍早画面 国产疫苗正式纳入公费施打 疫苗意愿登记平台也在7月27号 开放预约及修改 并新增高端疫苗接种的选项 由于目前仅能施打AZ疫苗 修改机种意愿的民众也提高 指挥官陈时中在记者会中也说明如何修改登记 他表示收到简讯但尚未预约的人 7月29号12点开始会开放修改 而收到简讯已经完成预约的人 系统将会在8月7号下午5点开放进行修改 但他也坦言 高端疫苗不会这么早就提供给大家注射 另外只想施打莫德纳疫苗的民众也需要再等一等 疫苗预约登记平台新增高端疫苗接种选项后 总统蔡英文28号就在脸书宣布 他已经完成疫苗议员登记 并选择接种国产高端疫苗 他表示国产疫苗安全有效 也呼吁民众放心接种 至于副总统赖清德 则还在等待国产疫苗联雅通过EUA的审核 根据指挥中心资料显示 截至7月28号为止 全台累计疫苗接种达731万8286人次 疫苗接种人口涵盖率达29.93% 继次人口比达31.16% 指挥中心在27号发函给各县市政府卫生局 要求停止过高中教师施打疫苗 但9月1号即将开学 仍有部分教师为施打疫苗引发社会议论 对此台北市副市长蔡炳坤表示 不只国高中教师疫苗不够 就连预约系统的疫苗量也不足 台湾目前疫苗到货量为984万剂 到货率仅12% 新北市长侯友宜 7月28号在市政会议上也表示 以目前新北市的施打速度 估计7月底疫苗就会被打完 他表示8月1号到8月4号 新北市将暂停施打疫苗 陈时中则回应 尊重各地方政府的施打规划 而先前到获得58万剂AZ疫苗 等完成检验封建后 预计8月4号会陆续配发 以上是今天的今天新闻报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会